郭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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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宇鑫先生身體還不錯 不過都會打營養針 他每次來就說 我要跟小蔣比看誰活得久一點 每次來講 有一些比較秘密的還是發生的事情 他都叫我聽少人 他不叫仙士牛 叫我拿radio來放很多聲音 他說國民黨會錄音 所以他來我家主廚說話 都說我這樣 如果比較神秘一點 他都要寫的 跟田醫師這樣子寫 馬上就燒掉 他未來要保護他也保護我們 對不對 是這樣子 後來他也是領事 你知道嗎 他們家也很多時刻 田醫師吃東西 沒飯吃都跑來押 以前在那裡 李萬機也這樣 那個 郭宇鑫的太太說 林蔡醫師很快 每次來都明明 郭宇鑫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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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生氣 天啪啪啪就開了 你聽不懂 他在那裡嗚嗚嗚說 你怎麼 你家庭上要做事 你下了你去做事 下了下了 這樣 去跟他拚命 我是說不必要 你老人 人人都拆拆去死 所以諸如此類的 後來在那邊 就慢慢的 郭宇鑫那邊跟阿姐 阿嬌那時候就很活躍了 因為我開醫院 什麼人都可以進來 五八八門都可以進來 可以騙人說 你只住宅 突然間日本人來 就很奇怪 所以用我們那邊 做一個聚會的場所 我們也用一個暗號 我們想說 謝小妹現在人在日本 拿很漂亮的龍阿婆 以前日本的東西少 你可以做家中 要不要來看 就是有那個 臨賣還有西莫 他們大也都可以用這樣做